大家好 又是我們每個星期的 《尼安娃士》告訴你 今集要講些甚麼呢 我們主要講今個季度 剛剛過了第三季度的經濟 想知道是甚麼情況呢 我們馬上去邊看看 Dennis 很明顯就是 跟上次一樣 我另外一個拍檔 今天就有事 有事當然 通常有事就是去開彈 今天要跟大家講少少 不是很純樓盤的分享 今集很重要 要講一講 因為我們剛剛 現在第四季 差不多今年就完 2020年 我們剛剛出了第三季的經濟指標 第三季的經濟指標 有甚麼特別呢 重點來了 我想如果真的有留意 全球的經濟大環境 不多 不少知道 如果2020年 全年拉雲結束 可能全世界裡 有一個地方 現在還是GDP正增長 因為今年 這場的COVID-19的影響之下 基本上全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裡的經濟 是有正增長的 我們在講一個 有哪個國家到今年 都會有正增 當然就是內地 中國內地 但另外有一個國家 不能夠不提 正正就是 我也很相信 在2021年 我們應該是最快走出谷底 要緊貼著中國內地 就是我們的澳洲 剛剛我們澳洲 就出了一個 今年第三季 總共所有的 所謂的GDP增長 那些叫財政的一些 分別 很明顯見到 由今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 很明顯我們澳洲 進入了recession 即是叫經濟衰退 但到第三季 很明顯見到 數字的GDP增長 是明顯反彈了3.3% 我們如果看現在所有數字 那麼這3.3% 是在哪裏反映出來 為何澳洲裏面 那個GDP 突然間是由一二季 去recession 反彈得這麼急 當然如果你有留意 我前幾集 講過我們澳洲 剛剛10月6日出的 財政預算案之後 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這3.3%的所謂GDP 正增長當中裏面 是有些包括什麼 包括消費 包括投資 還有一些進出口 這3個板塊 其實是觸動到整個市場 GDP 有一個很明顯的增長 而且也不能夠不忽略一件事 我們說消費 那些人要去哪裏呢 很明顯你會知道 因為我們澳洲 在說這個疫情的控制非常之好 我完全覺得 對其他國家 西方國家 澳洲真的是一個表表者 很明顯地見到 然後第三季反彈 反彈 有很多人現在可以出來 因為相當的 疫情控制得好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會出去消費 吃東西 當中裏面的消費 版塊裏面 其實是 到第三季又很不同 上線的購物 明顯地下跌了 隨之而改變的是什麼呢 更多人出去吃東西 消費 餐飲 所以銀行的反彈是非常之大 好 講完這一大堆事 還有你又說 我們也是賣樓 說賣樓 樓屎如何 我要講一講 很重要 今年剛剛 GDP增長了 我想有兩樣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 全國澳洲的儲蓄率下降得非常明顯 對比之前今年的第一、第二季 儲蓄率 儲蓄在銀行的錢大部份都很重要 不用錢的儲蓄率之前頭過一、兩個季度是增加了20% 明顯地第三季度之後完全反了一個上下 一路下降下降得很快 沒有目標 等於我剛剛上次說 澳洲用了2173億去拉動內需 再包括銀行、RBA減息減到0.1 好見大家都是把錢都拿出來投資 所以就要回到我剛剛所說 很多人去投資代表什麼呢 其實整個市場中在10月和11月 整個澳洲這麼多個州下的樓價都是上升 在平均上升了1% 不要小看1% 因為我們說的樓價不會像之前大家說 我跌在0.5% 不是 今次已經說的 但在平均上這麼多個州內都升了1% 好顯然之就是 需要和供應的失衡 上幾千個說了 現在可能在整個澳洲內可以賣出來的樓 可能是一萬間左右 你見到很多人出來買樓 原因是政府鼓勵我們說的首次事業 第一次來第一次購買樓 銀行內的投資率低到沒有我再低 你要去解決抗衝脹 可能唯一另外一個很頻繁會做的行動就是 買樓去投資 你會見到為何10月11月的樓價都開始反彈 因為市場可預計可以買樓已經不多了 而且在澳洲內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叫做Core Logic Core Logic 如果你們真的有留意澳洲的物業的話 你一定會懂Core Logic Core Logic甚至是預計明年2021年到2月之後 澳洲的樓市是一個很巨大的爆發點 說這麼多的話都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香港有些朋友 都不太了解現在甚麼發生在澳洲當中 隨著你會見到GDP第三季裡面 很明顯地有一個很大的反彈之後 儲蓄率即是說全部人們放在儲存的錢 一邊一邊減少就知道 其實經濟活動是非常頻繁的 這些所謂的消費包括投資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注入樓市那裡 你不需要去討論這件事 因為今天我自己的朋友 在澳洲裡面很多都衝出來買樓 我問他為甚麼買樓 他說有些錢放在銀行也沒有用 可以預計的未來澳洲整體這麼多個州裡面 加上新樓的供應量都會少 還有如當經濟一旦反彈之後 之後你會見到甚麼呢 你便會見到通貨膨脹 如果我們的錢放在銀行裡面沒有錢 我預計說兩三年 然後我的錢就大縮水 所以這個去投資買樓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我想是一些很十分穩當的投資方法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容易衝出來買樓 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發現其實香港的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 澳洲現在發生甚麼事 從GDP的增長 從樓價其實是澳洲一些大的分析公司給出的數字 10月11月這個是ABS政府給出的數字 基本上整個澳洲樓價都在上升 Core Logic預計明年會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甚至有一些銀行和我沒有叫做SQM 一間是做數據分析的公司 他預計其實可能明年我們說 New South Wales和Victoria的樓價可能是有15%至20%的升幅不等 我自己也是那些說話 明年是否升到15%至20%呢 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沒有硬碎公司 但有一件事是很明確的 就是數字不會騙人 今天正如正確 樓價在政府不同其他的分析裡面 你看到是一直一直在升 大家都不願意把錢放在銀行 因為其實在一或二年時間 你錢只會貶值 今天李安奧士告訴你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為止 都是那句說話 我們會在這個平台裡 跟大家帶來很多澳洲當地的新聞 新聞新聞 或是流盤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或是想知道更多的 可以 就like我們去Facebook page 發你的訊息 除了相關於澳洲相關 當地現在的買樓 或是經濟方面的資訊 都很歡迎 今集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